大家好呀,我是PoFu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内容劲爆 照Game改编的成人恋爱动画《日在校园》 不错,就是那个史诗级渣男代名词《诚歌的出处》 故事还要从男主伊藤诚注意到女孩贵颜念说起 二人是同校同学,每天乘坐一样的电车上下学 诚就在不知不觉间留意起颜念并对他产生兴趣 当时,学院里流传这一个传闻 只要把喜欢的人的照片放在待机画面三周不被发现 恋爱就能成功 诚不禁拿出手机偷拍颜念,打算一试 没成小,第一天就被同座西元寺给发现了 对于窥探别人的恋情,西元寺很感兴趣 借着体育课的时间,他主动接近颜念 认识对方收集情报,打算帮助诚,把他追到手 诚不解,为何西元寺愿意为了他做到这份上 西元寺笑说,城在女生之间还挺有人气的 隔天,西元寺邀请二人共进午餐 借此机会,城与颜念正式相识 气氛正好时,西元寺在借口离开,留二人独处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隔天,城鼓起勇气向颜念告白 意外的是,颜念答应了 原来在城关注颜念的同时 颜念也同样在意着他 他们是两情相约,双向暗脸 若不是西元寺,这段恋情根本没法促成 放学后,城对西元寺表达了谢意 这份人情,他一定会还 听闭,西元寺俯身上前,稳住了他 笑着表示,这就够了 乘上电车离去的西元寺 再无法压抑自己的感情 这是一段不为人知的暗脸 若学医师开始,他的目光就追随着城 就像城追随着炎炎一样 周末,城和炎炎来的段约会 约会期间,城净显直男特纸 公然看色情杂志,把女友晾在一旁 光顾着打游戏 结束约会时,还不忘向炎炎缩稳 包手的炎炎感到错愕,没有给予回应 就算二人已正式交往 西元寺依旧周旋于他们之间 得知城将约会搞砸 西元寺狠狠骂了他一顿 城却在这时,若有肆无地提及二人的kiss 西元寺急红了脸 推说那不过是打招呼 并抽出电影票 提点城在黑暗中营造气氛 好与炎炎接吻成功 让西元寺的好友刹那却清楚 这张电影票原是西元寺准备邀请城的 新的约会中,城再显直男特纸 选了部炎炎并不感兴趣的爱情片 金虫上脑的城把全部心思放在如何倾到炎炎身上 殊不知片子已经演到床上去 城府上上前总是亲吻 声声把炎炎吓着 赏了他一巴 走出电影院,城向炎炎道歉 因为西元寺告诉他 炎炎只是在害羞而已 听见二人关系亲密 炎炎心里不是滋味 约会在尴尬中收场 隔天,城将约会搞砸了的事 告诉西元寺 西元寺怒斥成过于猴急 让他立马找炎炎认错去 不料炎炎却开始以各种借口推辞躲避 见到这一切的西元寺找上炎炎了解情况 原来炎炎自想因为胸部大 没少被愚弄 患有轻度的男性恐惧症 西元寺开导炎炎道 爱情是双向的 如果以味道只是承担方面努力 便持续不了多久 何况那个满脑子变态想法的人 已经为他做出了许多让步 这段话对炎炎起了作用 却也让他隐隐觉察出 西元寺对城的了解与关注 非同寻常 随后炎炎来到车寨 与城重归于好 他主动闻上城 对他的感情做出了回应 然而就算二人的关系进展顺利 西元寺依旧没有事实 与城保持距离 炎炎对此很是敬意 暗于软弱的性子 还是将所有心事往里吞 就连在班里遭受欺凌 以及希望城可以直呼他的名字 大小心思都要靠城去猜去想 这一切在没有三人形的约会里更为显著 有了女友的城继续和西元寺包电话周 他告诉西元寺 面对炎炎 他说不出有多累 后来的日子里 二人渐渐习惯上亲吻 城想要更进一步 俯上炎炎的胸 炎炎却做出了抵抗 表示自己还没准备好 城唯有道歉 神经里流露出一丝不难 夜晚炎炎致电西元寺 叙述今天所发生的事 并将一切归咎到自己保守敏感的性格上 事后炎炎打算邀请城来个泳池约会 打算让二人循序渐进的更进一步 不料电车上发生意外 炎炎炎对城的触碰表现出抗拒 城没有再多看他一眼 炎炎话到嘴边 便也不再说出 来到学校 西元寺再度管起闲事 则怪城太不懂得体恤女生的心情 随后对烦恼中的他提议道 就让自己作为猎奇对象和他进行特训吧 所谓的特训就是教导城 如何营造出气氛和演夜延续接吻后干的事 同一时间也是西元寺为了满足一己私欲 而说出的借口 他们来到天台 由西元寺引导城 实质紧控 拥抱亲吻 但是他并不知道 城的授欲比他想象中还要强 根本杀不了车 他们就这样一步步走上犯错的路 燕夜抱着谈他的心情等了一天 等来的却是城心不在眼的说 自己忘了看简讯 对于燕夜的邀约 城显得毫无兴致 甚至于得知西元寺一众人 也在同一天来到泳池后 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约会上 城的眼神追逐着西元寺 对爷爷显然没了耐心 也因此没有察觉 爷爷为他做出的改变 趁爷爷不注意 城和西元寺又走到了一起 城摸上西元寺 表示和他在一起 更轻松快乐 西元寺提醒他 那只是一个特训 以退为进 城对西元寺愈发难以忘怀 随后爷爷公布与城的情侣关系 众人无不亚异 毕竟旁观者怎么看 城和西元寺的一言一行 更像对情侣 约会结束 爷爷邀请城到他家去 城的友人看出 他并不高兴 西元寺连忙将他带到一旁说教 城盯着西元寺的肉身 从上到下 西元寺面落安伤 再度出言提醒 他已经有爷爷了 那欲具还银的招式 哪捏甚好 惹得城心愿一马 再无暇顾及 爷爷发出的各种暗示 夜晚 城一次次信息 致电西元寺 说想念他 想见他 最终二人突破心里的道德防线 深夜约见 渣男渣女 旁若无人 雨中热吻 度过了一段 干柴烈火的夜晚 后来的日子里 二人瞒着爷爷 暗度陈仓 城对爷爷日渐冷落 却迟迟不愿提出分手 敏锐的刹那 觉察出他们俩的关系匪浅 一句话 将西元寺拉回现实 他和爷爷 分手了吗 西元寺撒谎 门遍过去 内心的罪恶感 却遇见佳身 太阳求成 向爷爷坦白 成推三阻四 同一时间 还要继续和西元寺 防飞自我 西元寺知道这是不对的 但他爱着眼前的男人 贪恋他的每个拥抱 相信他的 每句甜言蜜语 秋冬将至 出门购买 真知材料的爷爷 见到了 令他心碎不已的一幕 一闪而过的画面 爷爷不愿相信 三人都变了 爷爷变得主动 成变得冷漠 西元寺变得不再爱笑了 学院记忆即将到来 作为班尾的爷爷 忙得不可开交 而就在今天 他才得知 长久以来 同班同学家藤 带头欺负他 针对他 都是因为他抢走了 家藤的暗恋对象 成 软弱的爷爷 终于刚了一回 他对家藤说 成是他的男朋友 家藤再怎么欺负他 也无法改变现状 让他的一片真心 换来的却是成的见他 在他锋芒的时刻 成与西元寺 撕混在一起 做尽苟且之事 在他卑微的城安里 决定接受成 脚踏两船的设时之时 迎接他的是 二人干财烈火的 十八镜现场 好啦 这就是日在校园的上集内容 感谢收看 下半部分 成哥扎出天际 行为举止 人生共奋 泡芙已经准备好 机关枪 对付成哥了 大家也记得准备 各自的杀人武器哦 最后喜欢泡芙的 记得点赞订阅 评论转发哦 爱你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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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